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帮助我们及早的发现问题 今天呢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出现不正常的振动情况时 都是出于哪些原因 那如果当您启动车或者是开始变速时 也就是加速或减速的时候 会感觉到车跳震一下 那遇到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首先要考虑一下发动机支撑架 当发动机从静止到变速或转速的一瞬间 发动机的负荷瞬间有了变化 那这时呢就会有震动 发动机支撑架的功能呢 就是用来吸收这些震动的 另外呢发动机支撑架 是由金属支架和橡胶减震层组成的 当橡胶减震层有断裂的时候呢 就不能完全吸收发动机的震动 这时候呢您就会感觉到车有震动感 另外呢如果在换挡时车会震一下 比如说呢从parking到neutral到driver 或从低速向高速变速时呢 车会跳震 那这样呢大多数是变速箱的问题 首先呢我们要检查变速箱的油 是否太脏或太少 油液中是否有细小的金属颗粒等等 而且呢忽视变速箱的保养 关照保养要求定期的做变速箱油液的更换 也是造成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有时呢更换变速箱的油液 可以削减或者清除这样的症状 但如果呢已有较大的内部损伤 那我们就要检查并修理变速器的内部了 再一个呢如果感觉到发动机有随机的抖动 并且在怠速时呢感觉抖动更大一些 那这种情况呢就有可能是发动机打不着火 那如果是不点火 大半呢会伴有服务引擎警告灯亮起来的情况 而造成不点火的原因呢有很多 一般呢我们要找有经验的汽车师傅帮助我们检修 另外呢排气系统的管道及密封等有断裂的时候 泄露的废气呢会产生噪声 严重时呢会产生像拖拉机一样 蹦蹦蹦的很大的声响 而且呢发动机的内部有机械故障的时候 因为故障不同 大多数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噪声或震动 这里呢我们就不一一详述了 那如果感到发动机有任何不正常的声响或震动时呢 最好是找汽车检修师傅来帮助我们修理 以上呢是一些常见的震动和可能出现的故障 以及基本的判断供大家参考 这里呢没有包括所有可能出现的状况和原因 那如果有疑问的话 我们还是要找修车师傅来帮助我们检查及修理 那如果您想要自己的汽车呢少出问题 开的长久 除了及时做正确的保养之外呢 经常做自我检查也是可以及早发现问题的 那接下来的视频呢 我们还会为大家介绍一些 关于汽车自我检查方面的内容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欢迎您按赞订阅和转发 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